日本航空客機和海上保安艇飛機碰撞事故後 照照的飛機殘骸逐步被清理 雖然日航客機全員379人成功逃生 但海上保安艇飛機上 6名機組人員有5人離難 只是機長身患 根據當局解剖結果 其中2名離難機員死因全身錯滅 即是出事的一刻 全身受到巨大的外部壓力和撞擊 雙重引致死亡 另外3人的遺體也將會解剖 而進一步了解事發經過以及起因 至於機上唯一身環的機長 目前傷勢穩定 已經接受警方問話 日本媒體引述調查相關人士透露 他向警方表示機身後面突然著火 從管制員那裡得到許可之後 才進入跑道 除此之外 他只是重複地說著對不起 此整列 稍提早